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工程量清单 就是在我们在招标的时候 业主提前把工程量给你列出来 对吧 你要干什么 他大概要干多少立方米或者多少千米 他给你列好 之后作为我们的投标方 只需要在后边把单价给报上去 之后再汇总出来一个总价即可 好我们来看 工程量清单又叫做工程数量清单 它是在招标的时候 计量与支付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在实施的时候 对这个费用起了一个控制作用 在我们国家 清单一般是招标单位提供的 那么大家想一下 我们在招标的时候 告诉你工程量有多少 这是个实质还是个虚质 这是一个虚质 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前期我们做的一个估算 所以工程量清单所略的数量 是在实际生产前 对吧 是前 根据我们这个图纸 说明以及规则 所得到一个准确性较高的一种预算的数量 但是它还不是实际的 因为在实际干活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些工程的变工等等 所以我们在进行支付的时候 就用当按照什么样 按照实际工程量来做一个支付 前期报价 以清单的预算量来报价 但是我干完活了以后 你在付钱的时候 以我实际的工程量来做一个支付 清单有四项内容 分别是前言或者说明 就告诉你 我们这个工程量清单 是如何去运用的 对吧 我们是如何去计价的 以及工程子墓 也就是我们具体要干的什么活 以及具体的工作量和具体的价格 近日工明细表 以及清单的一个汇总表 四个部分 那么在这里的话 考试如果如考案例题的话 这个前言是要考你如何去做一个应用 那这个工程子墓 就是让我们去读一下 在这里我可以提取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好 我们来看 第一个前言 在许多合同文件中 这个前言又称为清单序言 他主要是对工作的范围 内容计量方式 以及费用的依据等等 是做一个什么相应的说明的 当发生变工或者费用索赔的时候 经理用它来确定单价 对吧 咱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这个工程变工的时候 如果说以标价的工程量清单里边 有相同的 我们就参照这个子墓来定价就行了 没有相同的 有类似的话 我们就要参照这个类似的 对吧 去走 那如果说既没有相同 也没有类似的话 我们双方呢 去做一个协商 好 那第一个 计量单位呢 是法定计量单位 是千克 是立方米 是千米 等等 本工程上清单呢 应当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 通用条款 专用条款 计量规则 规范图纸 一起阅读和理解 他们是做一个综合性的运用的 所列的数量呢 是估算的 或者设计的一个预计数量 只是呢 方便我们在进行报价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对吧 你想想嘛 我们作为十个投标人的话 我们都要去报价呀 报价的时候呢 我们得有一个共同的依据 那就是前期 哎 我们这个业主呢 提供的这个工程上清单 之后呢 每个投标人 根据他们公司自己的一个成本 向里面报价就行了 但是呢 他不能作为一个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一个依据 实际支付呢 那就应当于我们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为准 当然 这个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呢 一定是要经过什么呀 监理啊 认可的 不是说你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对吧 你干完活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经过监理的认可 然后呢 再去进行一个结算 好 你说干了900立方米 但经过监理呢 测量发现了只干了850 对吧 那我们可以拿着850呢 来算啊 一定是监理认可的 所列的工程上的变动 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率 也不免除呢 承报人按照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 确信的责任 你想想 工程变多或者变少 你还是要去按照合同来履行吧 变多了我们就多干 变少了我们就少干 但是呢 我们多干的那一部分 我们肯定还是按照合同标准呢 去做 出了问题之后呢 还是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规定 去做相关的修复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五句话 图纸呢 所列的工程数量表 及汇总表呢 只是提供资料 不是清单的一个外延 其实说白了嘛 哎 我们图纸上 有的时候也标明了这个地方呢 大概是什么 它只是呢 方便你在看图的时候呢 去了解 但是它也是从我们清单那个地方呢 挪过来的 好 当图纸和清单不一致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清单为准 每一个子墓呢 需要填入单价或者价格 但是呢 一个子墓只能有一个报价 这个肯定的 说你去挖条路 修条路 你报两个价 那以哪个为准 肯定是报一个价格 除非合同六个约定 我们这个已经标价的单价呢 和总额均已经包括了以下的费用 来看 这个清单呢 包括什么呀 第一个呢 就是劳务费 也就是我们的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质检费 也就是自检 安装费 缺陷修复费 管理费 保险费 税费 和利润等费用 以及呢 我们明示或暗示的所有的责任 义务和一般的风险 是吧 了我们这个单价呢 已经把相关的费用呢 给你包含进去了 你们不需要说针对这些再单独的去记题 再来看我们的第八个 第七个的话就是考选择题 你就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单价里边有哪些就行了 而我们的第八个的话 在17年呢 他考虑到案例的题目 已经好多年呢 没有考这个点了 你不排除呢 他会再次来考察 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子木呢 填入单价 那代表什么呀 代表呢 这个费用呢 已经分摊到了其他的相关的子木单价里边去了 啊 所以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没有填入单价的子木呢 来干完活 只不过呢 你拿不到任何的结算与支付 啊 给你一个表格 对吧 各个子木 我们要干什么活 然后干什么活的话 有了工程量了 那么你肯定要写单价 对吧 最后呢 做一个汇总的 如果这个地方呢 没有我们的单价 啊 或者说没有 就是说有单价 没有总额 其实也没有问题 对吧 有总额 没有单价 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单价和总额 如果都没有出现的话 就视为我们这个活呢 哎 你把他的费用呢 已经分摊到了其他的子木里边去了 这个活 我们该干了 还是要干的 只不过你拿不到任何的一个费用 这个是要结合着我们的这个子木 来进行一个通读的啊 等会呢 有道案例题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九个也是一样 当做一个案例 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 应当认为已被记录 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所列子木中 位列子木 不予进行的工作 其费用呢 应当视为已经分摊到了 本合同有关子木的单价 或总额之中 也就是说白了 只要能够付钱的 那么都在我们这个子木里边 列好了 对吧 已经抱上了相关价格了 如果说在子木里边呢 没有相关的这个项目 那就视为呢 这个费用呢 已经在其他的里边了 我们来给大家说两个 第一个叫什么呀 哎 叫做超宽填柱 修一条路 为了保证这个路呢 边缘呢 有足够的压实度 我们一般呢 是要超宽填柱的 但这个超宽填柱呢 它是不会在这个子木里边做体现的 就告诉我们一个点 超宽填柱 超宽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拿不到任何的费用的 啊 来 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呀 我们一个超贯 为了保证装头的质量呢 我们一般是超贯0.5米吧 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子木里边呢 并没有任何的列明 是吧 超贯的这一部分呢 费用呢 已经包含到了整体里边了 哎 这一部分 它是不会再去算钱的了 好 这两个要注意一下 就不会再去算钱了啊 是吧 那我们正常的能够算钱的是哪一部分啊 就是这个装长 对吧 哎 装长 我们算工程料的时候呢 是装长 加0.5 这是我用了多少的量 对吧 但是算费用的时候呢 只算装长 不算这0.5 承办人呢 用于本合同的各类装备的提供 运输 维护 拆卸 拼装 等费用 只要跟这个设备有关系的东西 那么我们也认为呢 他把这个价格呢 包括到了这个单价里边去了 哎 就不再去单独的收钱了 好 再来看子木 子木的话就是我们的分项的清单表 他就是我们说哎 你要干的什么活 对吧 哎 哪些活是我们的招标人钱的 哎 哪些费用呢 是我们的承包人呢 在进行投标的时候呢 填写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子木 这个子木呢 我给大家放的是我们的第二章 叫做路基 对吧 路基呢 你比如说202 这200张啊 202 场地清理啊 啊 场地清理呢 下边又分成什么呀 清理与绝除 那再来看具体的要干什么 比如说清理现场 哎 是啊 每平方米 但是平方米啊 数量是多少 单价是多少 核价是多少 砍伐树木 挖出树根 对吧 这是我们具体呢 要去干的活 后面呢 都有相关的单位 这个 这前边这些东西的话 是我们的业主去填的 好 当然这个数量呢 也是业主去填的 之后呢 根据这些数量 我们作为承包人的话 我们去填相关的价格 之后呢 做出来这个汇总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投标的报价 好 再来看近日公明细表 近日公明细表呢 又成为散公或者点公 只是呢 在施工的过程中 业主可能有一些临时性或新增的项目 谁导致的 业主导致的 那么大家想一下 可能会增加 那么增加不增加呀 不知道 增加的话 增加多少呀 也不知道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很难估计的 对吧 我们一般呢 在招投标叫做 事先呢 先定好一个价 如果说你要增加的话 那我们大概呢 费用呢 是多少 提一下好 谁提供的 业主的 业主要求用的 对吧 他先提前呢 定好一个量 然后呢 我们去算价格就行了 当然也是一个估算的值 这种工明细表呢 有总则 劳务 木材料 施工机械 等内容组成 但是我们来注意一下 只有直接从事指定工作 且呢 能够胜任该工资的工人 才能继工 随程工人一起做工的班长呢 也是要计算在内的 就是说只有实际干活的人 我们才能把它算到这个继续工里边 不包括领工和其他质检管理人 就是你在旁边指挥 我们不把你给算进去 我们算进去的话 只是能够干活的人 财了的基本单价呢 就杀着我们之前说的什么呀 哎 愿购好运 对吧 供货价就原价嘛 哎 运杂费 对吧 保险费啊 仓库管理费 以及呢 运输损耗 当然这个运输损耗呢 一般就指的是厂外的运输损耗 好 那即日工明星表呢 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多少人 对吧 数量呢 你就往上写吧 你暂定要多少个数量 暂定的 之后呢 我往上边报价 对吧 最后呢 哎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汇总 好 最后呢 就是我们把各个章 你路街 路面 桥梁 隧道 等等 报完了以后呢 我们出一个汇总表 汇总表呢 就是将各章的子目表 以及即日工明星表呢 进行一个汇总 再加上一定比例的 暂列金额 而得出的该项目的一个总报价 该报价呢 跟图标书中填写的报价呢 是一致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汇总表 对吧 第一个呢 就是总值 第二个呢 路街 路面 桥梁 隧道 安全设施 绿化 对吧 这个呢 总共有七章 之后呢 最后把这七章呢 做一个合并 在这七章里边的话 我们要干什么呀 我们把这里边的什么材料 工程设备和暂估价呢 给它单列出来 算一个费用 对吧 就是9 之后呢 用8-9 得顺什么呀 扣除这些的这个费用 记日工和地 暂列金额放一下 之后呢 最后算一个投标报价 这个投标报价的话 其实就是前半的一个汇总 8 对吧 还有我们的第十一个记日工 以及还有个什么 暂列金额 那有人说老师这9和10是怎么回事 9和10呢 指的是 我们把这个 这个8呢 给它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 就是材料 设备和暂估价 对吧 就是材 设 赞 还有一部分就是啊 哎 用这个8 这个合计 减掉上面这一部分 就给它分成两部分了 对吧 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边去的 好 那么在这呢 有一个名词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 一个呢 叫暂估价 一个呢 叫暂列金额 那么所谓的这个暂估价呢 指的什么呀 指的是这个东西肯定会发生 对吧 但是呢 它的价格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 我们是暂时呢 先给它估一个价 而这个暂列金额呢 暂列金额呢 指的是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所以呢 哎 我们给它先暂列一下 一个是肯定发生 但是不知道价 一个呢 是可能发生 可能不发生 好 稍微再做一下 区分就行 之后呢 来看 那首先呢 我们会将一些开办的项目呢 把它作为独立的子目 单列出来 所谓的开办项目 只是在开工以前 或者一开工呢 就会发生的 那么这一部分费用的话 我们要提前的给它定好 防止日后呢 出现相关的纠纷 比如说保险 大家想一下 保险是不是在开工之前 需要去缴纳 施工环保费 安全生产费 临时工程与设施 承包人住地建设 施工标准化等等 啊 那么这些费用的话在哪 它是在这里的 在这个总则里的 啊 就是在总则里边呢 当作一些子目 来给它进行一个裂开 啊 那考试的问题 那么开办项目有哪一些 对吧 或者问你哪一些呢 我们需要去单独的裂出来 你就想一下 只要一开工 或者开工之前 必然会发生的 你看 环保 对吧 开工之前 我们就要开始加强环保 安全生产 开工之前 要落实安全生产 临时工程也是开工之前呢 一般也开始准备 承包人住地建设 在开工之前都要确做 所以这些呢 就是在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给它列出来 啊 好 这个单独的一道选择的题目 需要大家去注意 好 我们来看17年的这道题目啊 工程上清单 既日公民细表 所列的数量 既日公民细表 啊 这个的话 你甭管的 只要先看 只要是工程上清单的话 肯定是一个虚值 对吧 而且呢 说的是数量 只要是数量的话 那么肯定是业主提供的 因为价格是承包商提供的 啊 是招标方 对吧 是一个虚值 那么哪一个 哎 招标方 估的一个值 答案选的是A选项 好 来看18年的这道题目 除了利用约定外 这个综合单价呢 已经包括了哪些费用 来想这个综合单价是谁写的 是我们的承包人写的吧 对吧 承包人写的 那么承包人写的话 这个勘查设计费肯定不是承包人的 因为承包人呢 他是不去做这个勘查设计 是谁 是业主呢 委托别人去做勘查设计 对吧 没有这个 那么上次就是A B C E了 A B C E呢 在这里呢 就要注意这个点 安全生产费 安全生产费呢 是不能把它算到这个单价里边去的 因为呢 安全生产 它是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的 不能作为竞争性费用 它要单独列支的 你如果放到这个单价 其实你不管缺陷修费 保险费 税费呢 我们都可以去谈的 但是安全生产费呢 是不能去谈的 它单独列支 最后呢 以我们这个总价 来乘以一个1.5的费率 得出来的话 我们相关的费用 所以呢 只包括A B C 好 来看17年的这道题目啊 问你 这个挖刷的总价呢 是多少元 编达的人工冲鱼呢 挖运是否计价 并说明理由 我来看 合同约定呢 当工程上清单超出 工程上超出清单25%的时候呢 双方可以去协商 调整超出25%部分的单价 说完了 在25%以内呢 我们是不调的 超过25%的话 我们真的超过的部分呢 做一下调整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对吧 那在这个表格完了以后呢 我们先去看 由于设计变工 陆基挖土方呢 实际完成量呢 是9万立方米 那再来找一下 我们的陆基的挖土方 是不是在这 挖土方的话 它是我们计划量呢 是6万立方米 然后呢 每立方米呢 是15块钱 总共呢 就是90万 对吧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完成的是9万立方米 所以双方呢 又调价 调价的话 调是每立方米呢 14万元 人工清淤呢 挖运20米 实际完成量呢 是82立方米 人工清淤在哪 人工清淤的话 在这 对吧 之后呢 计划量呢 是91.260 立方米 但是你会发现 单价没有 合价是不是也没有 那么没有的话 就设为这部分的费用 我们呢 已经包括到了 其他的项目里边去了 或者其他的子墓里边去了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不再去给他钱了 但是你还得去给我干 对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挖土方 挖土方呢 本来呢 是计划干6万立方米吧 好 6万立方米的话 那么咱们想一下 它呢 是超过这一部分的 25%的时候呢 才会调 所以你要先乘以 25%吧 就是25%以内的 我们是不调的 大概呢 是多少 65乘以下25 应该是15 其实算一下应该是 1万5立方米 那本身呢 我有6万立方米 对吧 这25%的话 我们也是不调的 也是不调的 所以呢 大概呢 就是我们的7万5立方米呢 走的是啊 每立方米 15块钱 而剩下的话 因为我刚才是9万嘛 9万之后 减掉这个7万5 剩下的话 我们走的是啊 每立方米呢 14元 好 所以呢 来看一下 按照我们原价格结算的话 就是6万 加上6万乘以25% 等于7万5立方米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是按照原来的价格来走的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万5 这一万5呢 因为呢 他在25%以外 所以我们要给他做一下调价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按照调价以后的价格 每立方米呢 14元 好 7万5按照15元 1万5按照14元 最后呢 价格给他求出来就行了 好 这个编辑的话 是不予计价的 先打出来 不予计价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地方呢 他的单价和合价都没有填写 就默认为 这一部分的价格呢 已经包括到其他的子墓里边去了 哎就不再单独的去计量计价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计算一下啊 我们从1600到3050呢 路段加宽的一个超天度 有问题 加宽了多少的量 对吧 干照我们这个计量规则 问一下业主呢 需要去计量支付的填方的量 啊 单位呢 是立方米 保留到整数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 某时空大部分呢 重建了一段二级公路的路基工程 路基宽度12米 其中呢 在我们1600到3050呢 为填方路低 填方呢 需要从取土仓借土 其中 我们从11600到2300呢 这一段呢 平均高度是1.6米 设计填方量呢 是16200立方米 2300到3050呢 它的平均填方高度呢 是2.1立方米 设计填方量呢 是24000立方米 在施工的时候呢 我们在路的两侧 均要加宽填住30公分 现在问你啊 我呢 加宽的量呢 是多少 对吧 我们现在先把原有的路基呢 截面给它画出来 没有做特别强调 我们路基呢 就是这么一种形状 人家说两侧超宽填柱 对吧 然后很多人呢 就会这样去画 当时的话 很多人这样画的 对吧 30公分啊 你要明白啊 我们每填柱一层 重新再再画一下啊 我们每填柱一层 那么这个地方呢 整体它都要去超宽填柱 30公分 对吧 每填柱一层呢 多去超宽填柱30公分 所以最后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是自上而下 都是30公分 它应该是一个平行的四边形 然后两侧呢 多去超宽填柱 对吧 两侧都有这么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 问你的是单位呢 是另一方面 那肯定是体积啊 体积的话怎么求啊 长 乘以宽 乘以高 对吧 那这说的是我们的正方体 或者是长方体 那如果说属于我们的梯形呢 属于这种平行四边形呢 一般怎么求啊 我们先把这个截面给它求出来 对吧 然后呢 重于长度就行了 截面的话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怎么求它的一个 它的截面夹啊 底儿 乘以啊 高 就行了 啊 底儿乘以高就行 啊 有时候老师我不会 你不会的话 你把它 你把它的中心线连一下 什么呀 两个三角形吧 三角形的话 底儿上下都是一样的 那样 而且呢 他们高呢 也是 就是二分之一底乘以高 加上二分之一底乘以高 那不就是底乘以高吗 对吧 我们的底儿有了 底儿的话多少 三十公分 因为呢 是立方米 虽然是0.3米 现在的话 就来看一下高不就行了吗 高的话 你会发现分两段了吗 一段呢 是1.6 一段呢 是2.1 那1.6米的话 它大概的长度说多少 2300-10000 应该是700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是700 750 对吧 长度有了 截面的话就是这样 0.3 底儿 乘以高 1.6 再乘以啊 750 是长度 这是一侧的吧 之后我们再乘以2 两侧的 再加上 0.3 这个又是700 700不是700 0.3 乘以2.1 这个乘以啊 750 再乘以2 是吧 这是我们超宽填柱的一个量 不要忘了这个2 因为两侧都超宽填柱 之后呢 问你 那么哪些呢 业主呢 是需要去计量支付的 哎 超宽填柱是不需要计量支付的 我们只需要计量支付中间的这点填方的 填方的话怎么求啊 就是用我们计划的量 16,200加上24,000就行了 所以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啊 那么超宽填柱的量呢 最后应该是啊 1617立方米 需要计量支付的话 就是啊 40,200立方米 加上就行 好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投标阶段呢 这个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报价啊 第一个呢 就直接费 也就是我们说是的人财机 然后措施费 除了人财机以外的 一些直接呢 给我们工程相关的费用 这个呢 前面说过 什么冬雨期施工增加费啦 夜间施工增加费 特殊地区啊 行车干扰 施工辅助 好工地啊 转移费 这些都属于措施费 企业管理费 利润 归费 税金和风险 好 这个企业管理费呢 指的是我们的 为了去组织和管理这个工程施工 所需要的一些各项的费用 比如 基本的费用 主付时呢 运输补贴 职工呢 探亲录 职工呢 取暖补贴和财务费用等等 啊 这些呢 都属于企业管理费 利润的话 对吧 就是我们为了把这个东西赚钱嘛 哎 我们要一个利润 归费和税金 以及风险费 这些斗铜的组成了这个投标的报价 其实这是另一种描述 哎 描述什么 我们的这个单价呢 你是如何去报的啊 报的 好 标页计算的有两种 一个呢 叫公料单价计算法 一个呢 叫综合单价计算法 我们这个的话 跟这个呃 甭管是你之前学的二件管理 还是你现在学的一件的这个经济 说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 啊 还是有点 其实这个地方也已经基本上就过时了 公料单价计算法的话 是根据工厂呢 我们先去算什么 先去算出来 全部的工厂的直接成本费 现在叫直接费 没有直接成本费的说法 就是人才机嘛 算出来直接成本费 然后呢 再根据我们自定的费率 再去算一下其他的费用 那么这样的话 加起来之后呢 就是我们一个公料单价 公料嘛 对吧 人工材料嘛 算的是直接成本费 而综合单价的 那么什么都要去算呢 什么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措施费 管理费 归费 利润 税金等等 什么都算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综合单价 啊 好 你来看一下 有一年是这样考的啊 我们在报价的时候呢 这个单价呢 包括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 对吧 什么人工 材料 机械等等 那么这叫什么 哎 叫做综合单价 如果只说一个直接工程费的话 那就是公料单价 好 再来看计量管理 对吧 钱吧呢 说的是价 价呢 后期呢 我们要去算钱了吧 算钱的时候呢 肯定是价 乘以量呀 那你这个量呢 不能说你说多少是多少呀 我们要通过实际的去计量 看一下你到底干了多少 对吧 这是计量 无论当地习惯如何 一切呢 要以啊 静职为准 哎 就是把我们的谋重给去掉 以静职 静重为准 那计量的程序有三种形式 一个呢 就是由我们的监理工程师呢 去帮你计量 计量完了以后呢 哎 他把这个结果告诉你 如果你有意义的话 在收到意义之前呢 7日内以书面形象提出 之后呢 他对你这个意义再去做附和 第二个呢 是我们承包人呢 自己呢 去做计量 但是计量完了以后 你需要把这个结果呢 交给监理 由监理呢 来做审核 第三个的话 就是监理和承包人 来共同计量 他们共同来计量 好 如果承包人呢 在收到监理的计量通知以后 不参加 或者未派人参加计量工作 而且视为呢 你认可了这个监理的一个成果 所以你事后呢 不能对这个计量呢 提出任何的意义 第二个案例的问答题 就问你啊 如果说我们要让监理呢 去做计量的话 他具体计量什么东西 或者让监理呢 对这个计量成果做审查 他审查什么东西 一个案例的问答题 好 第一个呢 就审查一下 我们的计量呢 是否中确 其次 我们有没有达到合同标准 对吧 好 一个呢 是计量的工程呢 质量是否达到合同标准 一个是过程呢 是否符合合同条件 案例问答 只有经过总监呢 审查批准项目呢 才进行一个工程款的支付 这个的话 在我们的法规教材里边 是不是讲过 没有经过监理工程师签字 材料设备 不能使用安装 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没有经过总监的签字 不进行军工验收 不拨付工程款 所以没有经过监理签字 没有经过总监签字的话 是不能去支付工程款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计量的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的话 特别喜欢来考选择的题目 好 所有的项目呢 一律用我国法定的计量单位 任何工程的计量呢 均用到按照我们计量规则 或者说经理的指示呢 来做 按照合同提供的材料数量 和完成的工程数量 所采用的测量和计量方法呢 也是要经过监理的批准 或者指示 好 第四个的话 大家来注意一下 除非监理同意 一切计量工作呢 都应当在监理在场的情况下 有成本人的测量记录 然后 有成本人签名的计量记录的原本 应当提交给监理人审查和保存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记录 那么记一点记录一下 算一点记一点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指的是过程的一个东西吧 好 我们为了防止过程里边有差错 一般呢 是交给监理呢 来做审查 监理上审查一下 你的过程是否有问题 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嘛 计量的质量是否要求 过程是否符合条件吗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计量的记录 这个过程交给监理 由他呢 来做审查保存原本 对吧 好 之后呢 要出一个结果 过程有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汇总 汇总的这个工程量呢 由成本人计算 由监理人审核 好 来看 计量的这个副本 再交给监理人 而是过程 我们原本交给监理 对吧 但这个结果呢 因为这个事后呢 是关系到我钱这个问题 所以我把副本呢 交给监理 而这个原本呢 我是自己保存的 一定要搞清楚啥 过程把原本给监理 结果呢 把副本给监理 第五个和第四个呢 做好一个区分 这个呢 在21年的时候 二建考试呢 考了这个地方 好 之后第六个的话 已经连着考了两次了 再考的纪律呢 也就是微乎其微了 就说除非利用约定 合同所必销的模板 脚手架 装备 机具 螺栓 电圈等等呢 他呢 所叫费用 已经包括到了 对用的项目里边了 不再去单独的计量了 大家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有模板呀 因为我们织模板 要去交注混凝土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模板的费用呢 已经把它包含到了 这个混凝土的单价里边去了 所以他们就不再去 单独去算了 而且你也会发现 我们这几个东西 他们基本上干什么 都有一个循环使用的 这么一个什么呀 趋势 对吧 脚手架 装备 机具 螺栓 电圈等等 可以这样来讲 能够循环使用的话 这个费用呢 我们一般的都是 不再去单独计量的 都包括到对用的项目里边了 除了6批准 凡是超过图纸的 面积或体积都不计量 只有经过监理同意以后呢 方可计量 任何工作 比如说瀝青环境土 瀝青碎石 水泥环境土 高强度动机 水泥杀进的现场呢 背凶的是 电子 计量承重 不是人工的 这样的话 误差会小一点 凡是因为不合 计量规定 你发的问题 都有承包人 自己拿来承担 因为这是你的问题 好 来看17年 说一般呢 不去单独计量支付的 有 第一个橡胶之座 大家想一下 你把这个球呢 按上之座 这个之座后期 你还会拆吗 不是吧 啊 模板 脚手架 啊 这些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呀 哎 它是我们说是循环的去走的 对吧 然后呢 半核站的安拆 这个呢 在前面说的 对吧 只要是跟设备有关系的 什么安装了 拆卸了 维修了等等 也是不去单独计量的 定位钢筋 我们只是呢 在胶住之前呢 确定好这个位置 对吧 后期呢 你还要给它拆掉的 这个呢 也是不去单独计量的 所以是BCDE 我们再来看19年考的 哪个呢 是单独计量的 模板 脚手架 还有我们的电圈 这些呢 都是循环 而骨筋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 一圈一圈的钢筋吧 你胶住好了 活活凝土以后呢 它就在里边了 所以这个呢 是单独计量的 答案呢 选择是D选项 那我把活干完了以后呢 你是要去给我算钱的吧 这个算钱呢 我们如何去结算呢 第一种呢 是按月结算 第二种呢 是均工后呢 一次结算 就把活干完了以后呢 一次性把钱给我 但这个呢 仅限于工期呢 在12个月以内 或者说呢 承包价值呢 在100万以下 防止呢 出现资金断裂等情况 分段结算 按照工程进度来进行 当你达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就给你结算 好 目标结算 将这个内容呢 分解成不同的控制面 以呢 业主验收界面 来作为一个前提 好 看一下 做好一个判断即可 支付的话就是 监理工程师呢 在收到进度款 付款申请单 以及相当的证明文件之后呢 14天内完成审查 收到知识期呢 14天内审查 好 发报人呢 应当在监理呢 收到这个申请单 且承包人提交了 综职税专用发票后的 28天内呢 将这个费用呢 进行一个支付 请你算一下嘛 14收到知识期 14天内完成审查 收到知识期呢 28天之内把钱给完 对吧 大概是这个 好 第三个呢 要注意一下了 监理工程师呢 对于这个 进度付款的证书 不应当视为 监理工程师呢 已经同意了 或者批准 接受了承包人 完成该部分的工作 因为大家想想 我们是分阶段给钱 当然说 你没有达到 这个验收的情况的时候呢 哎 我是还没有对你验收吧 但这个时候呢 是要给钱的吧 因为我还没有验收 但是我又给钱了 并不认为 我认可了这部分工程 只是呢 我是现在按照约定给你钱 不视为 我接受了你该部分的工作 那么给钱的时候呢 要注意了 我们并不说是 有的时候呢 是合同约定多少给多少 对吧 但有的时候呢 也会发生一个变工 变工的话 干什么呀 就是以实际完成的量 跟我们的对价款呢 进行一个调整 那怎么调呢 第一个就是按照造价指数呢 来调整 当地呢 造价管理部门呢 所公布的该阅度 或者该记者一个指数来调 第二个呢 实际价格 实际价格呢 主要针对三部分 一个呢是钢材 一个是水泥 一个是木材 三大材料 哎 据实收取 还有一个呢 叫调价文件 就是造价部门呢 发布呢 我们要去调价了 对吧 进行一个抽料补差 按照所完成的材料的量 重以这个价差 就是调价文件 上面呢 是一个指数 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好 第四个呢 就调整公式 对吧 好 调整公式呢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固定部分 一部分呢 是可调部分 那么可调部分呢 其实主要呢 就是我们的人工 和材料 好 那么他们呢 各占我们的总价的一部分 对吧 那么有一定的笔值 比如说固定部分呢 占我们总价的 百分之A0 那么材料部分呢 就是占A1 人工部分呢 是占A2 这是一个笔值 那么他们加起来的话 是应当等于啊 1的 当然可能有的时候 有很多 我们这个调制公式 该如何去记呢 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好 假设某个价格呢 原价是100块钱 现在因为某些原因呢 发生了一个价格的上涨 价格上涨呢 涨了涨了1.2倍 问你啊 哎 那么现在价格多少 那就是用原价 乘以涨的这个倍数 是不是就等于啊 100 120就行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套到这个调制公式里边去 那假设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呢 是分成两部分的啊 好 我们来看啊 还是原价呢 是100 对吧 原价100呢 这但是这100呢 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呢 是无论你发生什么变化 这个价格始终是不调的 那么它占这100块钱里边呢 40% 就是0.4的一个比例 那么对应的 不调的是固定部分 对吧 那么可调的是多少啊 总数是1的话 那么它又是0.6 对吧 好 那就是100乘以0.6 这个呢 是我们原先的一个组合 现在的话 它肯定是不变的 然后呢 告诉你可调的部分 上涨了20% 因为涨了多少倍 涨了1.2倍嘛 对吧 然后呢 它再乘以啊 1.2 是不是就行了 好 提取供应是100 等于0.4 加上0.6 乘以啊 1.2 对吧 之后呢 得出来这个价格 就是我们调完了以后的价 所以那我们这个调制公式 你要是这样去记就行了 无分呢 就两部分 一部分是固定的 一部分呢 是可调的 固定的 它的比值是A0 对吧 什么A1啦 A2啦 A3啦 都是可调的 占总价的一个比例 那么A0加A1加A2加A3呢 等等等等 它们等 等于起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1的 好 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A比上A0 先来看一下 A的话就指的是 与A1A2 A3定用的 各项费用的 现行价格指数 就现在的 它的一个价格指数 指合同条款 运动付款 证明相关周期 最后一天的 一天前的 42天的一个价格指数 现行的 而A0 B0 C0呢 是什么 是机器 其实你能不能想想 我们现在的价格指数 比上机器的价格指数 得出了一个值 那不就是我们上涨了多少倍 下调了多少倍吗 对吧 我们不需要 我们在如果说这个地方 要考案例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需要去往里面 那个写公式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过程 给它写出去就行了 对吧 所以你还要是这种方式去记 往里面 把这个过程给它写出来 这个公式不需要你去列的 最后呢 这个P呢 代表调到以后的价格 P0呢 代表的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价格 之后呢 再问大家 有的时候呢 他考试呢 不会 不会让你去考这个公式 他会考什么 考比如说调价差是多少 调价差 还有代表呢 我们用调完以后的价格 点减掉之前的价格 那就是调价差 对吧 好 这个 我们在19年的时候呢 考了这个题目 但是呢 他那个的话 考的比这个 还确实难度有点大的 等我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某工程合同价呢 是500万元 合同价的60%为可调的部分 那么就是40% 是固定部分 对吧 在可调的部分里边呢 其中人工费占35% 那问你这个35%是占谁的35% 可调部分中人工费占35% 是什么呀 人工费占可调部分的35% 对吧 那么人工费占总体的多少 就是人工费就是0.35 乘以0.6 那就代表我占总体的多少 材料费55% 占可调部分的 所以呢 材料费占总体的话 就是0.55 乘以0.6 对吧 那么其余都要占10% 就是0.1乘以0.6 前面呢 还有个什么 前面还有个0.4 对吧 原来的价格呢 是由这四部分组成的 之后呢 告诉你了 人工价格指数 总涨了10% 涨了1.1倍了嘛 变成了 材料价格指数 总涨20% 变成了1.2倍了嘛 对吧 其余的没有发生变化 那就是原价不变了 乘以1 好 这样的话一加起来 之后呢 再整体啊 乘以500 那就是吧 调值以后的价格了 对吧 答案呢 选的是 B选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9年的这道题目啊 说在事件四中 6月呢 我们申请支付的 这个金融款呢 需要进行材料的一个 调价差 定值权证A 等于多少 就是定值 就固定值嘛 对吧 其中呢 表中的5 基本价格指数和现行价格指数 分别呢 指的是2019年哪个月的价格指数 小数点后呢 保留疑问 事件四中 6月呢 申请支付的金融款 按照合同约定 哪些材料是可以调价的 材料调价以后呢 用当支付承包商多少钱 如果有计算过程的话 计算过程呢 是保留小数点后三位的 对吧 最终的结果呢 是保留一位小数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某山区呢 五重四十米的双离市 分离市双向四车道公路 简直凉起 提醒两条 19年的3月25号开标 19年的4月12号呢 下发了证标通证书 承包商呢 以2580万的价格呢 进行了一个中标 合同约定 我们的工程价呢 按照价格指数 调制公式 按月动态结算 月底计量 当月完成的工程量 第二月呢 中旬支付 说白了 我们一月份干的活 在一月底呢 进行一个计量 然后呢 在二月份的时候呢 进行一个支付 对吧 合同旅行期呢 以基本价格指数为基础 部分材料 比如说钢材 水泥 砂碎石 价格指数 涨幅 如果超过正负5% 其中呢 风险呢 是由业主承担的 超过的部分呢 是据实调整的 你说 你甭管是上涨 还是下调 对吧 在5%以内的话 是我们承包商自行承担 没有超过5% 比如说我们上涨了3% 哎 那不管 对吧 承包商自行承担 上涨了6%呢 哎 5% 承包商自行承担 超过的部分呢 我们是由业主呢 来做承担 就1% 不予调整的材料价差 其中4种材料外 其他的价格也不调 基本价格指数 为投标接纸日前 一个月的价格指数 投标接纸日前 就是哪天 就是我们开标前吧 开标前一个月 应该是2019年 是不是2月份的一个价格指数 现行价格指数为工程实施月的价格指数 就是当月实施月嘛 均以工程所在地 省级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价格指数为准 不同规格材料指数 才是平均值 好19年6月份 承包商呢 向业主呢 申请支付工程进度款 大家想一下 6月份的话 申请是几月的 申请的是啊 5月的吧 对吧 当月的量 下月中旬支付嘛 所以呢 我们在6月中旬支付的话 应该是什么啊 应该是上个月的一个 啊 按照投标报价呢 进度款呢 是150万元 没有条 还没有条呢 其中呢 这个定值权重是A 其他的话是以下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问 第一问的话 就是个A是多少 就是用1减掉这一个 这一部分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权重嘛 总之呢 是1 1减掉0.3 减掉0.13 减掉0.11 减掉0.06 那么得出来的话 就什么的定值 啊 定值的话 应该是的话 应该是0.4 好 那么我们在 然后再问你啊 基本价格指数 是哪个月的 哎 2019年2月 对吧 那么现行价格指数 应该是哪一个 现行价格指数 指的是实施月的 而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 算的是5月份的钱嘛 哪一个月是实施月 5月份是实施月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 哎 一个是2月 一个是 5月的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第二个 问题哪些可以调 调完以后的话 应当支付多少万元 好 其实呢 就在这个表格里边嘛 我们来看啊 第一个钢筋 基本价格指数是150 对吧 现行价格指数呢 是180 那要不要进行一个调呢 就看一下 它有没有超过 超过5% 对吧 你算一下嘛 150 乘一个 1加上5% 超没超 超了吧 所以这个呢 是进行一个调整的 第二个呢 121 115 哎 这个是没 它下调也没有超过 这个是不调的 我们不需要算结果结果 人家只需要告诉你 哪些可以调 你只要能够告诉我 结果用过程呢 是不需要提现的 120 100 这个的话 你算一下 这个是超过的 所以这个是需要去调的 134 140 这个呢 没有超过 所以这个是不调的 对吧 那这种能调的话 是哪一个 是我们的这个钢筋和碎石 是要调的 但调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也只针对超过的部分进行调 对吧 说5%以内的话 我们是不调的 那么该如何去调呢 你算一下嘛 然后第一个呢 是上涨吧 180 除以150 对吧 用线形的除以机器的嘛 除以完了之后呢 是不是就是上涨多少倍啊 然后前面说了嘛 啊 5%以内的话 是从不上自己承担 这个地方呢 是上涨的 上涨了那么多 比如说我们上涨了1.8 那么需要怎么办 需要把这0.5给他 是不是减掉 也说我们只针对其他的部分做一下调整 啊 减掉这0.5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下边这个碎石啊 碎石的话是100 除以120 这个呢 是下降的吧 比如说啊 我们下降了 本来是1 现在下降了是 百分之 下降了百分 是不是0.8呀 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啊 下降了百分之二十的话 怎么办 百分之五以内的话 他承担 百分之五以外的话 是由业主来承担的 所以呢 这个百分之二十呢 是有两部分的 一部分是百分之五 一部分呢 百分之十五 所以呢 百分之五的话 我们要给他再给他加回去 对吧 那百分之十五 那才是由业主来承担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加上一个0.5 啊 加上一个0.5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其实就是 首先用150 乘以定值0.4 对吧 加上0.3 乘以180 除150 减掉百分之五 咱这个应该是0.05啊 不是0.05 百分之五 0.05 0.05 好 0.11 乘以100除100 加上百分之五 再加上0.13 加上0.16 它们是不调的 所以呢 要去乘一个1 最后呢 等于154.8万元 所以到这里呢 就注意一下 这个百分之五 是一个加 一个减的问题 好 再来看价款的支付 支付呢 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呢 叫预付 我们所谓的预付呢 就是你还没有干活 我先把钱呢 给你 对吧 之后呢 你在干活的时候呢 我每个月呢 再给你钱 叫什么 叫七中支付 也就是我们的净赌款 当我把工程基本完工了以后呢 再结算 叫交工结算 最终呢 我们说 在学法规的时候呢 学过一个点 对吧 要扣一个3%的质保金 它是一个缺陷责任期的 当缺陷责任期满了以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质保金呢 做一个返还的 返还之后呢 叫什么 叫最终的结算 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 假设啊 我们说我给了你 我们的工程款呢 是1000万元 10个月 我每个月呢 给你支付100万 是不是 10个月之后 你就是1000万 现在我提前给你400万 叫什么 叫做预付款 好了 之后呢 我每个月呢 再给你100万的 什么进度款 那最后拿多少钱 能够拿的是1400吧 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呢我们在进行一个什么 期中支付的时候呢 要约定一个条件 当我们满足这个条件以后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扣回的 把这个预付款 好 那这个预付款如何扣回呢 后面要给大家一块算一下啊 支付内容呢 有清单内的支付和清单外的支付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变工嘛 内容的话就是什么土方啦 路基啦 路面的等等 执行情况 就是正常支付和终止支付 好 我们预付款有开工预付款 和材料设备预付款 不得将这个预付款呢 用于跟工程无关的支出 如果发现无关的话 我们可以啊 立即向银行索赔履约保证金 并且解除合同 而这个材料设备的话 它的这个费用呢 一般如果说进口的设备 我们是以要盗案价为准 你想想啊 比如说我从国外买一台设备 从国外的话 在当地是不是有价格 然后呢 离案价 之后呢 通过运输 再进到国内 通过这个时候呢 有运输费啦 有各种费率啦 等等 那么到了国内以后的话 是一个盗案价 国内的话 就是以出厂价格为准就行了 如果当地的呢 哎 就是以啊堆厂价格为准 来进行一个提前预付 那么在预计交工前的三个月呢 我们就不再支付了 因为马上就要完工了嘛 再也 你再用的话 也用不了多少了 所以他就没必要去进行一个交付支付费用了 好 啊 我们无需向发报人提交这个预付款的一个保涵 开工预付款 在进度付款中说 累计金额 是累计 比如一个月 是一百万 第二个月呢 也是一百万 累计金额呢 就是两百万 一定要搞清楚 是累计金额 是累计呢 如果说没有达到签约价的30%之前呢 是不扣回的 说30%之前不扣回 30%以后呢 我们对多数的部分进行扣回 说30%以后开始扣 怎么扣呀 每完成签约价的1% 就你每完成了1% 我们扣回预付款的2% 扣到什么时候 当累计金额呢 达到80%的时候呢 就扣完了 那就说明了 80%呢 以后呢 就不扣了 我们在什么呀 累计金额30%到80%呢 这之间把这个进度款呢 给它扣回来 如果材料设备呢 扣回期呢 是不超过三个月的 交供验收证书呢 签发后14天内 缴纳质量保证金 不能超过结算总额的3% 农民工资保证金的话 可以用现金支票 也可以用银行的保函 那我们就来算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教材那个题目呢 有点太 不可能要去考啊 但是呢 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就说如果要考的这个预付款的话 怎么扣啊 看约定 题目里边告诉你了 我们如何去扣 那就怎么去扣就行了啊 好 大家看 预付款的是多少 确定一下 每个月呢 业主应当支付的一个工程款 某承包商呢 承包了一个项目 签的一个合同 工程价款呢 是2000万元 约定各类保证金呢 都是以啊 银行的保含的方式呢 来进行交付 承包商呢 按照要求呢 去缴纳的这个履约保证金 啊 开工前呢 支付合同价款的20% 来作为预付款 说白了 我们的预付款多少啊 就是前面说嘛 2000万 乘以啊 20% 等于啊 400万 对吧 哎 就是我们的预付款呢 是400万 开工预付款呢 在累计金额 还没有达到 30%之前呢 是不扣回的 只有达到了 30%以后呢 按照固定比例来扣 每完成1% 扣回2% 一直扣到 累计金额呢 达到80%的时候扣完 就是在30%到80%之间呢 把这个东西给扣完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 最后呢 约定呢 我们还要缴纳质量保证金 为工程结算总额的3% 在每个月呢 进行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时候呢 进行扣留 所以我在给你付钱的时候呢 我还需要把这个3%的质保金呢 给扣下来 好 来看5月份 5月份呢 完成了金额呢 是300万元 其中业主呢 供料部分呢 材料费呢 是20万元 对吧 那就是说 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业主呢 还给你提供了20万的费用 我们需要把这费用怎么 还给业主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有没有超过30%啊 30%的话 指的是2000万的30% 对吧 合同价款嘛 累计30% 因为是达到600万的时候呢 开始扣吧 好 那你看 我们的5月份呢 是300万元 没有达到600万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不扣的 我们直接呢 来进行算就行了 好 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我们是先去用300万 减掉20万 去算这个保证金呢 还是直接用300万 好 记者 因为说的是啊 我们在算钱的时候 算这个质量保证金 我给你多少钱 不要去扣 就在扣之前 先算保证金 扣完了以后呢 再往回退 所以说什么 300 乘以啊 一减3% 就是我们的质保金 不是扣3%吗 对吧 真正负你多少钱 真正负你啊 97% 然后呢 减掉20万 这是你当月呢 能够拿到的一个工程款 好 再来看6月份 6月份的话 是完成了工程的600万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算一下累积 累积的话是900万了吧 900万的话 那怎么办啊 已经超过600万了 对吧 那么900万呢 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600万 30%以外的 一个是300万 30%以内的 那就说完了 前面这一部分的话 它是不扣的 而后边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要开始扣什么 就要开始扣预付款了 对吧 当然 这600万呢 又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呢 是什么呀 之前5月份做的 5月份的300万 这个不用管了 一部分呢 是6月份的300万 对吧 这一部分呢 是要保持原来不变的 所以呢 我们真正呢 要给它算的钱 怎么去算呢 首先 我们还是要去算一个总额吧 总额的话 是先去把这个质保金给扣掉 就是当月的600万 先去扣质保金 一减3% 然后这个时候呢 要去减 减的时候呢 就要开始往回扣预付款了 往回扣预付款的话 针对哪一部分扣预付款 就是这个300万来扣 就是多 这个900万里边的这个300万 对吧 就针对这个300万来扣 300万来扣 大家想一下 怎么扣啊 每完成合同价的1% 然后扣回预付款的2% 那你来看一下 我们完成几个1% 不就行了吗 好 那我们就一块呢 来看一下 这个300呢 到底占多少个1% 不就行了吗 啊 就是占多少 300 占签约价的多少个1% 对吧 那就相当于再乘以2 那就什么 预付款的2%吗 之后呢 那预付款多少 预付款呢 是400吗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扣回来的钱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哎 在全部的话都已经没有问题啊 300 乘以1减3% 就质保金 减20 等于这个钱 我们来看 6月份的话 首先先是用总额 扣一个质保金 然后减掉 300除以2000 就是我们每完成千元价的1% 乘以这个2的话 就代表 我们说再扣回 预付款的2%吗 预付款呢 是400 对吧 最后呢 等于是462元 好 7月份的话啊 有人说老师 你看我们钱啊 7月份的话是完成800万了 那么我们再来算一下啊 前面是百分 80%的话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600万吧 对吧 好 我们累积的话来看啊 300加600加800 是1千1千7 那就代表呢 我们在这里边 其实已经用到 所以在7月份 是不是应当扣回啊 扣的话就两个月 一个是6月份 一个是7月份 有人说老师很简单呀 你钱本已经扣了呀 对吧 已经扣了一下 已经扣了120了呀 所以这个月的话 怎么扣啊 就用我们的400 减掉120 这是我们要去扣的吗 扣到扣280 不就行了吗 对 很好 因为两个月嘛 但如果是三个月的话 怎么办 那我们中间的这个时候呢 还要去再去算一步 对吧 还要去按照什么 完成多少个1% 乘一个2 再乘一个预付款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倒比较简单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个问题啊 800万 刚刚说了 我们只扣1千6 对吧 但它加下的话是1千7 说在这之前的话 如果让我们单独去算啊 说在这里边有100万呢 是我们是不扣的了 因为已经超过了1千6了 真正要扣的话 就是什么 在这之前里边的那一部分钱 对吧 之前那一部分多少钱 800减掉100是700 我们针对这700呢 去扣 针对这700去扣 好 我们来看 最后呢 就是前面的话 还有什么呀 还有我们的设计变工 导致损失5万 重新施工10万 这些都是索赔的吧 只要要索赔 那我先去索赔 然后呢 再去扣质保金 减掉700除以2000 所以这个700怎么来的 我们就明白了 因为有100呢 是在这80%以外的 这80%以外的是不扣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700除以2000 占了多少个百分比 乘以2 就是我们扣回预付款的百分比 再乘以400 最后呢 等于这个钱 好 8月份呢 完成工程300万元 这个时候就不扣了 对吧 索赔的话 就是5万300加5 再乘以1减3%就行了 最后呢 我能拿到这个钱 这就是我们说 预付款该如何去扣回 需要大家注意 30%以内的财扣 30%以外的是不扣的 80%以内财扣 80%以外呢 是不扣的 所以搞清楚 这个700是如何来的 对吧 20%以外的财扣 20%以外的财扣 最后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